非常高人一等的貴婷 到他現場 我們都胡元輝胡老師 他是我們的前董事長 就是公民都真的很早起 大家都很早起 那我們現在就把主持的 這個中任教給胡老師 是有一個程序上的小問題 要跟大家請教 就是我們明報 明傳大學明報的同學 那他們請求是不是 可以做一小蛋的現場直播 那如果不知道現場 他們不做全程 但他們只有做大概半小時 開場就是開場 他們做一個直播 那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不同意的 那如果不同意的話 那我們就不接受直播 那如果沒有不同意 是不是就允許我們同學 對 幾位這個主持人 還有與團人有沒有不同意 OK 好 好 那就讓同學們坐直播 好 各位大家早 那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萊典明前校長 萊典明董事長花了我們 佔用了我們不少時間 所以我們這場比要晚開始 那我就不多說 那個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議程 其實今天總共最主要的 有香港廠 馬來西亞廠 跟中國大陸廠 那我們這一場開場是香港廠 那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兩位主講人 他們是代表香港的獨立媒體 或者是網路媒體 新媒體 那第一位主講人是張潔平 他是端傳媒的執行主編 剛剛有介紹過了 那第二位是葉應聰 葉先生 他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創辦人 跟執行委員 然後三位語團人都是來自台灣的 那我就不佔用大家的時間 我們先請張潔平 張執行主編 非常感謝卓越新聞獎 很榮幸 這是我第二次來台大 上一次來的時候 也遇到非常多台灣大學的學生 然後給了我們在香港 對的工作很多的支持 然後今天 因為我原來的那個議程上 寫的題目會寫得更複雜一點 這裡稍微簡單一些 就是我比較想講 這個在新媒體時代 做深度報導的一些體驗 就是從我自己的經歷 跟端傳媒的經歷來說 那這個體驗中間 可能會比較多回應到產業 就是這個媒體 這個形態本身的變化 多於回應到時代的變化 因為時代的變化 大家其實這幾年都反覆 在講資本也好 權力也好 對媒體獨立的 對新聞自由的侵害 那就講來講去 其實就是堅持做了 然後所以說我可能 今天會回應比較多一些 是這個在媒體 回應這個媒體本身的變化 這一塊 然後那當然 我們我自己是2015年 就是去年的三月份 加入端傳媒開始籌備 然後那當時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要籌備一個新的媒體 到底要回應什麼樣的問題呢 其實很簡單 最直接的你要辦一個 具有社會公共價值的平台 你要回應你所身處的時代 你要回應媒體現在正處在的 這個產業的階段 那所以在時代背景上面 我可能因為只有20分鐘之後 我不會完全展開 那基本上我在標題裡面有寫到 政治撕裂是我們現在不管是在中國 香港還是台灣都面對到的一個 還蠻嚴重的問題 也包括這三個地方之間啦 這個三個地方之間的人越來越不能相互理解 越來越敵視對方 當然港台好一些 我是說中國跟香港和台灣 就是相互都越來越的敵視對方 那包括 但這個 這個是我們身處的一個大的時代的這個漩渦的這個背景 然後那 但同時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像全世界的這個 世界都在變得社交網絡化 然後都在變得移動化 它們會帶來什麼樣的挑戰 它會讓這個世界真的變成越來越多的 就是我們的所謂二十世紀所謂的這個對公共的理想 到底在今天這個時代能不能實現 是不是我們世界真的會變得越來越 大家都在小圈子裡面說一些自己同溫層才能互相抱團取暖的話 然後會不會真的變得越來越部落化 會不會真的變得越來越膚淺 就這個都是其實我們今天面對的各種各樣的這個時代的問題 然後那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做了很多關於新媒體的嘗試了 在這個過程中這是來自我自己的一個過去這一年零二個月的經驗裡的一些發現 就是說大家在說到新媒體的時候會說很多很常規的說法 比如說有非常多常規的說法 但是你真的在做的這個過程中它未必是真的成立 我覺得破除對新媒體的很多迷思跟陳詞亂調是能把新媒體 就是能把媒體做到下一個階段的很重要的一步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思考了 對剛剛這個背景圖其實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把一個報紙疊成一個一個電腦的樣子看起來很可笑 但實際上就看起來很可笑 大家肯定就是這肯定像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說不上是陳詞爛掉了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對新媒體的誤解 但實際上這樣的誤解到現在還在發生 你今天如果看大報 我前段時間看南花早報的那個廣告 南花早報自己的形象廣告 它們都會這樣子來表達 我們現在是一家轉型中的傳統媒體 我們現在有新媒體了 那意思就是我們把報紙搬到了電腦屏幕上 搬到了iPad屏幕上 搬到了手機屏幕上 但問題是這個是新媒體的真相嘛 就實際上今天的人們不是這樣看新聞的 今天的人們如果真正在手機上看 是不可能看到這樣的新聞的 你甚至今天甚至都不會去打開一個 專門的新聞網站 你可能就是你應該70%以上的人 就是在臉書上刷刷刷 就刷出來這個某一個媒體的故事 然後你看完了覺得很好 但是不會記得它是哪個媒體寫的 你也不會去看那個記者的名字 就這個才是今天實際上 在這個媒體環境面對的真相 那這張圖是特別典型的 傳統媒體的迷思啦 對新媒體的這個想像 如果建立在這樣的想像的基礎上 去做一個新媒體的話 就這個後果是很悲慘的 就是真的很難養活自己 然後那我想說的第一點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 說新媒體是一個網絡媒體的概念嘛 但我自己是強烈不認同網絡媒體這個詞啦 就像你現在說網絡公司和網絡媒體 我覺得這都是在十年以後 五年以後 甚至兩三年以後都會淘汰的概念 因為到那個時候還有什麼東西不是在網上的 網上只是一個場景 它並不改變這個事情的 它並不真的改變這個事情的本質 那我自己認為這個重回社交媒體時代 是一個比較聳動的說法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個說法 這是來自那個北大的新聞學院的老師胡勇 那這個說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實際上在古代的時候 這個圖不好意思 也看不清楚 就是孔子 那個孔子講究這個樹而不作 他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不管是孔子還是柏拉圖 還是古代的神話聖經 其實我們古代是一個社交媒體的時代 我們是在口口相傳的這個過程中間 把很多智慧和信息集存下來流傳開去的 包括那個我看到 茵聰在那個寫的潘恩的那個小冊子 那個時候其實也是一個社交媒體時代 它是印了小冊子之後 然後就在這個親近的人中間傳傳傳 一層一層傳出去 那實際上直到印刷大的印刷機 和這個電子技術發達了之後 大家才進入了一個大眾媒體的時代 就是我們過去很熟悉的這個時代 但問題是我們今天實際上是有機會 重回到了一個社交媒體時代 很可能你過個50年回頭看 那我們的大眾媒體時代說不定是一個 就插入時代的一個偶然 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往這個方向去理解 才比較接近說 才能夠幫助大家比較多去理解 新媒體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還有一種很 不好意思這個顏色有點太亮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經常說新媒體是個 就一般人家聽到說是新媒體了 你們要做新媒體 你們要做個網站 你們要做個APP 對都沒錯 但是在我自己的理解裡面 就是新媒體實際上是應該是最適合的故事 在最適合的場景中出現 獨立生存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假設你以前買這個紐約時報 或者買一份新新聞 不管是什麼都好 總之是你去報攤上買的時候 你買的是它的頭版頭條的故事 你看中那個故事做得非常好 然後你就買回家了 那後面那個30頁40頁50頁的新聞 其實是這個搶買搶賣的 就是你並不是真的要買那些 你可能就是順帶看了後面那個 30頁到50頁的新聞 但今天這個時代沒有給你這樣的機會了 今天所有的故事都打碎了 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那變成說每一個故事 從它誕生的那一刻開始 從它傳出去的那一刻開始 它就必須得有獨立生存的能力 也就是說 你沒有哪個故事是 你先天認為它會加在報紙的某一個欄目上 它就天然在那裡 就天然就應該被生產出去 不管寫的好或者不好 不管做的什麼質量 總之它為了填版面 它就要出現在那裡 其實今天這個這個場景不存在了 你出去之後 如果沒有人看 如果你的質量真的不好的話 它就會迅速地被淘汰 那所以對我來說 今天很多在西方媒體很多年的一個說法 說這個首頁已死 就是大家已經不去網站上 或者一個具體的載體上看新聞了 然後大家在這個流動的信息流中間 捉取那些值得被留下來的好故事 那這些好故事要在一個適合的場景下 被它最容易地接受 這是今天新媒體的這個傳播狀態的本質 在我看來 而且它得有獨立生存的能力每一個故事 那接著這個場景的變化 就去到一個更加被反覆提及的一個說法 就是比如說端在座過去這一年半的時候 經常被質疑說你們的文章那麼長 誰在手機上要看那麼長的文章 長到一萬字 誰在手機上要看一萬字的文章 但問題是 然後很多人都說要做新媒體就要做短 不要超過300字 然後要輕要快 視頻要控制在1分27秒 因為據科學研究 那是人注意力能集中的最短的實踐等等 有很多很多這樣的統計 但問題是 但問題是真的嗎 就是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真的東西 然後為什麼所有的媒體就天然的就 就這麼去 就去感知這件事情了呢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蜂擁去做即時新聞 就這個這個 這個到底是哪裡來的 那其實短跟輕跟快 大家就是想像說OK 你現在場景變到了手機上 但是變到手機上之後 實際上那個變化到底意味著什麼 是說手機屏幕小 你就只能看很短的內容了嗎 其實我個人覺得不是啦 是一個就是他從一個 你比如說我經常跟同事舉的一個例子 是你在地鐵上 你會拿一份紐約時報出來看 那個時候你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的心態是 你會感知到別人在看你 別人在別人看見你在看紐約時報的那個眼神 就會不太一樣 但是 但是實際上你今天在地鐵上如果拿著手機看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什麼 你可能會看荒花公子 你以前在地鐵上你是絕對不會打開一份荒花公子的 但是你在手機上就可以很隨便的看 因為別人不會看到你在看什麼 就是今天的手機閱讀是一種非常私密和親密的閱讀體驗 那在這種閱讀體驗下就是這種場景的變化 我覺得才是根本上去扭轉 它的人們對內容的這個期待 那這種私密的閱讀體驗其實在於說 它可能會對你的情感共鳴更有要求 它可能會對你的所謂的現在講寫一個故事要切中痛點 這種東西更有要求 因為它太多的選擇了 而且也不用裝腔做事 它就想看它真的想看的內容 那這些內容是不是一定意味著短清快 再次說明我強烈不覺得 那這是我們今天很高興前段時間看到 美國的PO中心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我們就非常興奮的把這個翻譯成了中文 然後用來證明其實端出長文章也是有人看的 然後這是PO中心的調查裡面就說到 即便是在手機端 用戶在長篇文章上花費的時間明顯的多於短篇時間 那然後在長篇文章上的投入時間也明顯的長 那就說明說其實他們要的真的只是好的內容 吸引人的內容 有共鳴的內容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在手機上就餵養讀者那些膚淺的 快速的碎片化的信息 你深度的長篇的內容多人看的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舉一個小例子 就是端傳媒從去年8月份上行到現在 點擊量最高的一篇文章 超過50萬的一篇文章 是前段時間在台灣發表的那個 一個隨機殺人犯的心理世界 就是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 那篇文章長達1萬字 但是在兩個星期一個半星期的時間就有高達50萬的點擊量 那個是非常就是我們都揚眉吐氣的感覺有一種 就是你文章如果寫的好就還是有人看這樣 所以這個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還有很多人就會 我覺得新媒體的從業者都有很強的焦慮了 就是有一個新的技術我們就一定要去試一定要去用 然後一定要去想方設法的實驗 這個完全沒有錯我非常支持 包括這個自從照片可以360度之後 然後自從有了VR 就自從反正什麼新技術你都得去試一試 但問題就是說是不是說你試了這些最新的技術 就一定意味著你進入了新媒體的這個心態呢 不完全是我自己覺得 就技術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但是問題是什麼你到底想幹什麼 這件事情是最核心的 但今天太多的媒體人其實被這個答案驅使著往前走 而不顧說你為什麼要拍這個360模 為什麼要拍這個 除了展示它這個景象壯觀之後 它到底能帶給我的這個感官上 它到底能夠怎樣幫助到我更完整的講這個故事呢 比如說像舉個例子 像我自己體驗過一次VR之後 我覺得非常難得的一個經驗是 它能夠給你一個強制性的旁觀這個世界的視角 它把你整個人抽離了出來 然後讓你旁觀這個世界 你會注意到很多以前自己 從來沒有注意到的很細節的這個部分 那在我看來就是跟好的特寫報導 好的調查報導有一樣的效果 好的特寫好的新聞好的深度報導 是能夠把你從日常生活中拉出來 給你一個旁觀自己跟旁觀世界的視角 獲得了這個視角之後 你獲得了一個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 那可能你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就不一樣 你就會有新的認識 你就會激發你新的這個思考 那在我看來 當然就是VR的這個享受很強 但是本質上它滿足的需求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 可能是就我來說而已 然後呢還有就是很多人都 也是大家所有做媒體的人都很焦慮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最新最快 就是總之就是一定要 latest news就是最快 比別人快兩秒鐘都好 一定要最新 因為今天大家被這個社交媒體壟斷的這個邏輯 就是說越新的東西就在越上面 越新的東西就越容易被別人看到 所以你一定要快一定要新 但這裡寫的有點虛擬的 大家可以不用理我 但實際上我想說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做一些 比如說在這個台灣前段時間的這個政結 被槍決的這個事情裡邊 我看到那個台灣的《坐在無名義》 昨天晚上貼了一個臉書 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是在回顧美國1960年的那個《冷雪》那部作品 就是一個紐約課的記者 然後他去也是在一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之後 他花了六年的時間去調查 那兩個殺人犯是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然後寫了一篇長篇的這個非虛構作品 被稱為是美國的這個新新聞的這個文風的源頭 那吳明義就提出了《冷雪》裡邊的這些 研究的這個書寫的這個狀況 那很多台灣的讀者就在下面留言說 我沒有想到就跟今天我想看的正結的事情 就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大家獲得的共鳴是非常非常像的 我們經常在會在自己的體驗裡邊說到 比如你在看到某一個書 或者寫18世紀的法國如何如何的時候 經常會有我的同事經常會說 你把那句話完整的抄下來 把法國換成香港 或者把法國換成中國 那個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其實我們需要的這個最新的東西 未必是即時的東西 而是一種當下的體驗 這種體驗未必是 你一定要知道正結在死的時候是什麼表情 他的家裡人怎麼哭 然後他的那個被害者的那個家裡人怎麼高興 讀者需要知道的未必是這些 至少不只是這些 那除了這些之後 他還想知道一些別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是怎麼 他未必來自於今天非常即時的新聞報道 比如說像端自己的實驗裡邊 我們會做一個很特別的欄目叫《書摘》 那會去跟很多的這個出版社 跟書的作者取得合作 很多書都是已經出版了五年六年十年的書 但是有些比如說你去到正結案的時候 寫殺戮寫殺戮的故事 或者是去到一個別的事情的時候 同主題的這個書裡邊 一個關於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的這個論述 他可以很準確的打到今天正在新聞世界裡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需要去追求的東西 而不是說真的就是一定要去趕那些最新最快的 實際上最後會沦落為是非常八卦跟碎片化的這個細節 還有一個就是說 所有當然今天所有做公司跟做產品的人 做媒體的人也是一樣 大家都會被這個市場數字所驅趕 你要滿足用戶的需求 經常聽到很多媒體工作者會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做這麼多八卦的內容 碎片化的內容 因為讀者愛看 就誰告訴你讀者愛看的 就是誰告訴你讀者的需求就一定是這個 你為什麼不去試著挖掘一下讀者的潛在需求 他其實有耶 就是你為什麼不就是為什麼就是 最後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但如果說我覺得真正厲害的媒體也好 成品也好 最終是要去滿足用戶的潛在需求 他那個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 但他看到之後會覺得完全說中心理的那個需求 就是像這個貓把自己想像成一個獅子一樣的那個需求 對就是我稍微總結一下 比如說好奇 比如說要尋求一種共鳴 這種共鳴可能會通過自己表達和參與的方式 也可能會通過在一篇好文章裡面 這個好文章完全說出沒有心理想說的話 比如說要有一個可信任的這個信息來源等等 還有就是經常會被問的新媒體是不是點擊量 點擊量為王啊 就是點擊量有點擊量才有未來嘛 所有的文章都要看點擊量 點擊量高的就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商業模式似乎也完全來源於這裡 但也未必啊 就是影響力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影響力當然很難像點擊量那樣被量化 但是影響哪一些人 那些人可能轉頭來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這條路是很多想要做深度報道的媒體應該去探索的 而不是完全陷入到這個點擊量的這個泥沼裡邊去掙扎 但這條我是非常同意的 這條是經過了一年多的這個雪的教訓學習到的 就新媒體一定是標題黨嘛 這個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簡單 今天所有的人 你在報攤上去買一份報紙的時候 或者買一個雜誌的時候的體驗是你可以翻開來看 或者你打開一個報紙的時候 你會同時看到它的標題跟它的正文的前幾段 至少它會同時印入你的眼簾 但是你在網上 不管你在我自己的網站上 還是在社交媒體上 還是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看到一個新媒體的文章 基本上就是一張圖加一個標題 然後如果說這個 它不能吸引你的話 你就完全會錯過它 就這個是一個 就幾乎沒有任何別的方法的事情 所以新媒體一定是標題黨 我非常同意 但是標題黨有標題 有良心的標題黨 跟沒有良心的標題黨 沒有良心的標題黨 是點進去之後會覺得受騙 有良心的標題黨 是點進去之後會覺得 哇這就完全符合了我的期待 這樣才叫對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去追求的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在做了一年多的這個 就是非常積極的做各種各樣的新媒體探索的時候 然後不斷的總結出的一些感受 那在新媒體時代就上述的感受 其實也不斷的在佐證我自己 和端傳媒一直堅持的要做這個深度報導 因為我們都說了所謂短的快的 然後碎片的其實都是迷思 我為什麼非要做這樣 我要證明深度報導有價值的內容 高質量的內容在今天這個時代 依然會被讀者大量的接受 那當然要做得好 所以這個背景是我們當時在香港做一個 廢青專題台灣要魯蛇 就是對是一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做一個香港的青年問題的專題的時候 做的一個動畫 那就是其中的一幅畫面 是在講這個雨傘運動期間 其實廢青這個詞是從那裡出來的 那我們其實當時這個故事其實挺有趣的 當時記者寫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 論述了香港的廢青如何從1.0變成了6.0 然後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這個時代性格特徵 然後有自己的這個這個世界觀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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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基礎 然後然後他採訪了一大堆的社會絕家心理學家 然後交了一篇五千字我們一看說 哇這個要寫給廢青看誰要看你這麼多文章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 把它改編成了一首歌 然後唱成了一首rap 變成了一個2分30秒左右的一首rap 叫廢青送 那裡面就說到了廢青1.0如何2.0如何 但是是用rap的方法來唱的 那這是我們8月份就上線的時候 剛推出來的一個一個專題 在香港往廢青中間傳的非常廣 就大家其實立刻有被打到的感覺 而且就是你的信息就會被消化的很有效的傳遞出去 而不是包裹在一個五千字像論文一樣的文章裡 那這是這個rap裡的其中的一幅畫面 對還配了一個動畫 那對端來說 我會自己講 我會講我們的所謂的深度爆 我覺得我們的其實很簡單的講一個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要講好一個重要的故事 在內容這個層面上 就好和重要是關鍵詞 我本來寫的是講好重要的故事 後來發現有奇異 就好重要好重要 那其實是一定要先講好 然後這個事情要重要 重要是當然這個重要的見仁見智了 對我來說就是不要在這個時代製造垃圾非常多 我不要再製造那些已經大量存在在網絡上的泡沫化的東西 我要講真的重要的故事 但是一定要講好 講到人心裡去 那當然這是 然後當我們在這個講好的這個標準上 是有相對比較古典的這個追求的 就是我們要不偏不倚的事實 我們不是一個 那麼強調立場跟行動的媒體 我們還是會回歸到一個 我們希望有不偏不倚的事實 那這個是有原因的 這是因為我們堅持認為只有不偏不倚的事實為基礎 才有可能打破同溫層 就是你才有可能 你在跟你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人交流的 想要跟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人交流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穩定的事實論述作為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 才有可能打破同溫層 建立這個信任和形成交流跟論述 那這是當然這是端的堅持 有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這個方法 我也完全 比如說我也非常喜歡香港獨立媒體 跟香港的立場新聞呢 其實基本上是行動型媒體的這個樣子 那從內容角度是講好一個重要的故事 從產品的角度就是對我們來說 是要給這個好的故事設置一個最合適的場景 這個意思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比如說 其實今天的媒體已經不是傳統的這個 一張報紙或者一個網站的概念 你的故事會存在在各種各樣不同的品牌上 那大家可以反過來想 如果你是讀者的話 你會從什麼樣的方式 在今天這個時代去接收信息 你可能在大部分的時間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時間 可能就在刷臉書 那個臉書的那個狀態是什麼 就是你躺在一個時間的河流裡邊 讓信息湧向你 信息都是被動的 就是你都是非常被動的 接受那些推向你的信息的 那你什麼情況下會去到網站 它比較像是你要走到櫃子前去打開一個抽屜 去主動的尋找某一個議題的時候 就像你使用搜索引擎 你會有腦子裡先有一個關鍵詞 你才會走到那邊去做這個理性的搜索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APP 在我看來是介於兩者之間呢 也就是說你在 你先是在時間流裡被某一個信息打動 然後站起身打開抽屜 這個過程比較像是APP這個產品能夠給予讀者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會按照這個邏輯去分 不端的故事在不同平台上的這個傳播的特徵 希望能夠讓那些花了很多時間很多心力去做調查 去做深度報導 然後去視局化的東西 最終能夠進入到讀者的心理 因為只有進入到才能產生影響 才能所謂的打破同文層 那至於說怎麼去做那些深度報導 這個是大家都是新聞專業的在座 非常多的前輩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就這塊我就不重複說了 那這是我今天比較想講的 就是比較新的部分吧 在我來說 也是端過去一年多的一些嘗試 那其他的問題可能我們就等一下交流的時候 再討論好了 多謝大家 謝謝張傑婷 那端傳媒不可諱言是兩岸三地或是四地或五地 反正是華人世界裡面一顆軟軟上升的明星 那對於我現在自己參與的那個報導者來講 我們也把端傳媒設定為一個最強的一個可決的人 所以也謝謝他剛剛透過他自己一年多的那樣的一個經驗 打破一些新媒體的一些迷思 然後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這個年代裡面 在新媒體上面做新聞的報導 不一定要短要快 事實上讀者要的 以及我們想要很正確的傳給他的內容跟產品跟場景 才是最主要的 非常謝謝他 以下我們就請葉韻聰來跟我們分享 好 首先要感謝主辦單位主任新聞長還有台大長的新聞研究所的邀請 讓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做上個獨立媒體網的一些感想跟一些紀念 我這個題目呢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詞就是倡議這個詞 其實我們今天談很多媒體的時候 我們的觀念其實很大程度來說是來自於19到20世紀的時候形成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說媒體 媒體做一個比如英文media outlet 那基本上是這兩個世紀裡面慢慢形成的 所以今天剛才傑彬也說 如果今天我們的傳播環境已經很大程度在改變 那我們重新去 很多人去重新去界定到底現在21世紀的媒體到底是怎樣為事 但是我今天一開始要講的內容其實有點相反 我想看一下這個19世紀之前到底我們在我們的傳播 我們稱之為媒體的東西到底是怎樣的 這個想法是我以前的一位我念新聞傳播的時候 一個老師啟發我剛好的老師在那個朱莉老師 他以前跟我說過我不知道那個朱莉老師還記不記得 我當時一年級他跟我說 他說有一個學科是跟新聞學是很接近的 他問班上的同學 到最後他給我們答案是 他說就是歷史 在19世紀之前其實尤其是18世紀 西方已經有一些現代報章雜誌的出行出現 但是比他們更悠久一點的是一個小冊子 有歷史學家認為就是在這個古同堡 印刷術還沒發明之前 其實14世紀的英國已經有小冊子 當時是報導一些英國的國會的議事的情況 成為少數當然不是所有人都看 就是少數精英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但西方小冊子作為一個重要的媒體維持了 幾百年 他完全不能用我們今天的新聞媒體來理解 他有幾個特點我們今天要特別想談的 第一他是非常不丁心出版的 第二通常他在政治動盪的時候特別多 比如說16世紀的時候 英國跟西班牙打仗 那就非常非常多 然後英國內戰的時候也特別多 當時有2萬種小冊子出現 然後另外一個高潮就是大概是 18世紀到19世紀人初的時候 數量特別多 而且跟政治有關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 潘恩斯坦的小冊子 因為他的影響是在 主要在英國跟當時的這個英國的殖民地 北美洲非常大的影響力 包括他一個很有名的著作者 《人權論》 還有這個《 common sense》這類的小冊子出現 那這些小冊子是很有趣的 潘恩斯當然是最有名的一個 但是有些人是 不是很多人認識他們的 有些根本是匿名沒有名字 就有點像我們今天的 在互聯網上面看到的一些貼 然後呢 有些是稍微好一些 用當時廉價的印刷書 去出版的一些小冊子 有些是簡單到張紙而已 但是它造成一個非常廣泛的 廣泛的一個影響力 然後第一個是 這些小冊子呢 通常的內容是非常雜亂的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 它有政治的 有文藝的 有宗教的 有記事的 有評論的 那內容呢 亂七八糟混在一起的 當然我們這個亂七八糟 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 當時的人當然不會覺得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呢 裡面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我覺得裡面非常多的內容呢 是跟那個Evocacy有關的 然後這個Evocacy 我覺得是對我們今天要理解 我們今天的媒體是非常有意識的 那其中一個是 因為當時的人 其實沒有十九世紀到二世紀 形成的一些媒體倫理的觀念 他們不是說 所謂媒體我們要有 客戴重力啊 平衡報導啊 這些東西都沒有 當然沒有這種專業的媒體觀 然後呢 這些小冊子呢 要出版這些小冊子 通常是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見 那不見得一定是政治性的 有時候也是宗教性的意見 它要表達 然後呢 它裡面是 其中一個東西是 好像去出版的人 跟去讀的人 是沒有你們今天的媒體裡面的距離感 我這裡隨便找了一段 就是我看歷史書的時候看到一段 我覺得這段是可以讓我們看到 其實十八世紀的時候的人的生活性 跟我今天是有點相似的 國大的城堡裡面有大量的人對憲法不滿 剛才講英國 他們說要不要國王 有點像香港說不要六八九這樣 然後自由 平等等等口號寫在市場的十字路口 不久前 基爾茲跟尚德蘭的船公騷亂的時候 他們向一個將軍問道 你讀過他們三的小書嗎 沒有讀過 那你就讀讀他 我們很喜歡他 將軍你又擁有大量的財產 很快又把它關分掉 然後這一段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用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的眼光去看了 第一 這個潘非常多的粉絲 第二 他的街頭口號標語 就像我們今天在臉書上的分享 他還有長坡分享給這個將軍 然後第三 就是這個東西是跟抗政行動是共生的 就像我們今天很多地方都說受網絡動員 第三就是說 他整個傳播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政治的迫切感 更加強烈 這個將軍沒有看 那要有工人就避開營料看 我覺得所以從這個眼光來看 其實今天我們這區科技的發展 只是復興了一種傳播的傳統 就是我認為是倡導或倡議 其實我這個想法 其實我可能回頭看一下我自己在香港的經驗 我覺得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發現 我們在香港的一般 假如從一個技術或者說經濟來說 網絡這個出現 只是一般是追溯到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的 科網熱潮跟泡沫 這個是.com bubble 就是從美國開始然後 影響到其他地方包括香港當時 但是呢一般人我們今天 今天香港人用那個網媒這個詞的時候呢 其實一般不會追到2000年那個時候 反而是追溯到一個政治事件 不是一個技術跟經濟事件 這個政治事件就是2003年的時候 50萬人上街 反對當時23海立黨的一個大遊行 那這個遊行呢我覺得詳細不講 但是有一個東西是跟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有關的 就是那一次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個新聞媒體裡面的一個倡議的功能 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蘋果熱板 蘋果熱板當時呢出版了一個 我不確定是不是第一次 但是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次 就是他出版了一個海報 一個報紙出版了一個海報 那這個海報是期望這些參與示威的人 拿著包括這個小孩 拿著去參與這個示威 是一個報紙 所以呢 從這一次開始呢 我對蘋果熱板的看法 蘋果熱板是90年代成立的 我對蘋果熱板的看法有點不一樣 以前我還覺得蘋果熱板就是 像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說的那些 Yellow journalism 這類的東西 但是它不完全是 或者說不只是這個東西而已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呢2003年之後的2004年 就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成立的年份 也是同時在香港出現非常多的 我們今天說的 所說的網媒的一個 一個可以說是起點 雖然那個時候 2003到2004年出現的那些網媒 今天大概只剩下我們了 我們是用廣東話來說 就是誰整整 就是 survivor OK 那那我們這個 當時呢 當時出現非常非常多 然後 香港獨立媒體網在這個 這個時候出現呢 也帶了很多當時的這個 這個 這個社會氣氛的這種痕跡在身上 從 2004年到 2010年 或者說到 前年 2014年了 其實我們都 都參與到各種各樣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些社會抗爭 包括 2005年的反WTO抗議 2006到2007年的 保衛天心跟網路碼頭的運動 2009到2010年的 高鐵參與村運動 然後前年的 第三運動 然後 這個 這個過程呢 我覺得是對我們的來說是一個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 很 很有意識的去 坦白說 很多運動不是我們 很有意識的去參與的 反而是 我們是有點是 被捲進去的 一種 一種感覺 我這裡用一個人 來 來 稍微 解釋一下 我們跟這個 社會運動的關係 其中一個成員 就是在 朱凱迪 朱凱迪 這個人 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是創辦的時候的 成員 他是創辦不久的時候 加進來的 他在 從1999到2005年的時候 他是一個 甘露航的一個記者 他曾經在明報 沒有工作過 他是做國際版 然後他後來去了伊朗 做一個 VLAN reporter 然後他在伊朗的時候 他幫 明報在寫伊朗大選的稿子 但是後來他發現 明報的百位 不夠他的那些長的文章 所以他找上我們 他也不認識我們 他就說 你們願不願意 出版他那個 當選了七千字 還是一萬字的 這一個長的文章 他說好啊 沒關係 馬上沒有成本 然後還有一堆土片 然後我們也沒有 國際性文章 就讓他 突然間我們 我們這個網站 平時都報導香港的事情 突然間有一篇 非常長的文章 講伊朗大選 從他後來回到香港之後 就加入我們的 我們的機構 然後從 06、07年到09到10年 這個時候呢 他一方面是我們的記者 跟編輯 但同時也是 也是搞運動的人 寫了大量的 關於城市規劃土地問題的 調查報道 他的調查報道 是非常非常長的 這是上萬字的 這種調查報道 然後呢 一年之後 他有點淡出了我們的機構 然後專心找他的運動 那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是 非常有意思的 對他來說 或者對不少我們的 一些成員來說呢 我們是媒體 但同時也是一個 社會運動的中途戰 那這是我 我覺得我 搞了大概十幾年之後的一個 其中一個 對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所以我們其實從 我們上萬讀地媒體網的 那個歷史來看呢 我覺得我們 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 變成一個 社會運動的中途戰 協助運 運用出一個 以文化 土地 城市空間為主題的運動 傳遞一些 可能 特別是幾年前 看來是比較新的一些 社會文化價值 在香港的 既有的一些政黨 跟社會運動團體之外 有另外一種空間 在香港來說 是屬於香港的社運 跟反對政治裡面 稍微比較偏左的一個意義 特別是當香港出現 這幾年出現 所謂本土主義的運動 本土主義的一些團體之後 那我們這個政治定位 不只是我們自己定位 而是人家把我們定位 在這樣子的地方 其實香港的這樣一個 我覺得有點 不是很主動 不是很盡力的 進入到一個 新媒體的倡議 跟倡議媒體的那個年代 從一個宏觀的 宏觀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是一個 19到2世紀的 商業媒體模式的轉型 或者說 說得嚴重一點 是一個沒落的結果 我在香港這樣開玩笑說 香港媒體 越來越不賺錢 投資開個小攤 賣小吃 比較好 比較賺錢 可是呢 在舊有的一些媒體 消失這個時候 同時有非常多的 新媒體出現 我們坦白說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這些人 都願意去 掏錢出來去做 這麼花錢的事情 有些人說 他們都有政治目的 但是我 我通常我對這種說法 是 不是很同意的 因為 其實在這個 我剛才說的 新的媒體的倡議 跟倡導的那個時代裡面 其實 包括像我們 香港獨立媒體網 你也可以說 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目的 只是我們的目的 可能不一樣 我們的信念 可能不一樣而已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 成分 那肯定是 今天非常多的媒體 有的 然後從一個讀者來說呢 我覺得也是 同樣的 過去我們 覺得 讀者 我們期望讀者 是一個 informed citizen 是一個 知情的一個公民 我們提供 資訊 我們提供 各樣各樣各樣 各種各樣的觀點 讓他知道 對於事情 有一個深度的了解 但是今天呢 這個東西當然 不是說他已經沒有了 或者說不重要了 而是反過來 我們發現 今天的讀者 去接受資訊的時候呢 第一 一開始 他可能是 從一個情感的出發 是一個 emotionally charged citizen 是一個情感 是非常 可以說 非常激動 或者說某一個程度來說 也有一點激動 才會關心這個事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吧 比如說 昨天我們吃飯的時候 談到雷洋的事情 然後 當然裡面 牽涉到中國大陸的 公安機關 警察的司法制度 等等的東西 那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之前也知道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對這個事情 在意呢 是因為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一個 暢膽的事情 那我 比如說 我才會 有關心這個事 我才會回去 看晚上 到底這些人 到底這樣幹嘛 那是這樣子 然後 反過來去瞭解 欸 到底 中國的 警察 公安制度 是有什麼問題 那是反過來 反過來理解的 當然我這樣說呢 其實不是要 讓大家誤會 我是認為 所有的這些 倡議型的媒體都是 或者說 自稱自己是 倡議型的媒體 不知道為什麼 沒關係 他就說 所有的這些 這些媒體都是好的 當然我覺得 我要講的是 我們對他們的評價 需要從一個新的 所以新的一個 概念 需要新的標準 來去看它 而且呢 我們從 十九到二十世紀的 形成的一些媒體的觀點 也是要放在 這樣子的脈絡裡面去 去理解 比如說今天 很多 就是包括 他們也在 堅持一些 在那兩個 世紀裡面 所形成的一些 新聞媒體的觀念 但到今天 我們這個時候 這個時代 到底 它的意義在哪裡 我覺得已經不能 完全是用 過去的 我們覺得 我們按照某些 專業的 新聞的標準 我們這個就是好 可是我要放在這個 脈絡裡面去看 到底 它的意義在哪裡 包括在比如說在香港 包括在華人地區裡面 今天要做 調查報導 到底 那個意義在哪裡 我覺得 需要從這個角度來去 去理解它 那再廣一點的話 我們今天要關心的 不只是一個 新聞 專業的 倫理的問題 而是一個 政治 廣義的政治 跟政治倫理的問題 所以呢 當做媒體的人 當然要去思考 到底我們 是否一個 進步的政治力量 所以今天 我提的那個 倡議這個概念 其實不是一個答案 而是一個問題 然後它的問題 帶來的是 我們對 要去判斷一個媒體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可能比以前 是更加困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葉英聰 他提問了一個 蠻重要的問題 從倡議這樣一個角度切進來 然後我覺得他問了一個 還蠻重要 那如果要延續前面 張潔平所講的話 事實上他也是在打破一個 民私 因為我們現在常常會認為說 新媒體 他之所以會存在 主要就是為了解決 十九二十世紀 商業媒體 走入一個困境 所以就好像轉個樣子 然後透過 透過網路 這樣子 新媒體可以解決 商業媒體的問題 但是葉英聰從 advocacy 就是倡議這樣的一個角度 同時也關懷了這個媒體 他必須要扮演的 在當代所必須要扮演的一個 政治倫理上面 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是可以提供我們等一下 繼續來討論 那我們這一場呢 因為時間是到十一點十五分 我希望能夠很準時 那是不是請接續的那個 回應與談人 每一位就是 把握在十分鐘裡面 然後我們還可以剩下一點時間 開放給在場的各位 來做一點討論 那我就按照這邊所列的那個順序 我們先請蘇正平 先區媒體新頭殼的董事長 我盡量剪短 多留一點時間給大家的討論 我那個公司叫新頭殼 都是不遠為害的 要不然我不會今天以這麼老的年齡 我們在這個地方談新媒體 不過這老人喜歡談那個小冊子的事情 那個葉先生他談到小冊子 其實我滿有感觸的 就是說這個小冊子的年代 跟現在網路的年代 其實還滿接近的 那個他提到了接近的一點是說 作為那個advocacy的這樣的一個媒體 當年好像是比較是這樣一個 那似乎在這些新媒體時代 好像就倡議的這個元素 也比過去的這段時間的商業媒體比較強 另外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即使是小冊子年代 那個相驗刺激的小冊子 發行量特別好 在今天的新媒體年代 也是講影區八卦的 講色情的 點閱率都特別高 所以其實 作為一個媒體 基本上是滿足了就是 人們他一些基本的這個需求 或者是那個張小爺講的這個潛在需求 那個其實道理都一樣 只是就是說這個時代改變 或者是說傳播的工具不一樣 那講到時代改變 或這個傳播工具不一樣 那我們就不能直接從小冊子年代 直接跳到現在新媒體年代 的確在中間還有一個 那個可能是這個19世紀 特別是19世紀 這個商業媒體的這個年代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在商業媒體的年代 它的確 就是不管 由於這個印刷速 這個工業發展 市場 廣大市場的形成 那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一般民眾 特別是交易程度的提高 產生了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產生了一個本質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 你這個大的市場的產生 讓商業媒體變成有可能 它必須要追求更大的一個媒體市場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它必須要去產出符合比較大 符合大陸市場的這樣的一個新聞媒體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可能就是說 對於資訊的品質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要求 會有 就是說尋求共鳴 尋求去打動人的心理 要讓他產生行動的這種 這種性質就比較低 那越來這個 越有自信的民眾 越來越有知識水平的民眾 他們所需要的新聞的資訊 事實上跟小撤子年代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整個的社會 它整個價值多元化 這個不只是社會價值多元化 甚至於就每一個個人 他自己心中 事實上也有一些互相競爭的價值 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對於資訊的需求 恐怕也跟早期的人不一樣 那這一些東西 在今天的新美疫情年代 事實上是承襲下來 我們今天的民眾 跟小撤子年代的民眾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那有一些也許還一樣的東西 那今天是不一樣的 就是整個民眾的 這個 這個 他們的需求不太一樣 那可是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技術的發展 這個整個傳播 這個技術不一樣 當然會產生 一個不一樣的這個媒體的 媒體的這個面貌 那另外還有一個 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就是說 今天的媒體已經不是小撤子年代 那個所謂個體部的問題 是一個媒體作為一個機構 媒體作為一個經營的單位 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就是他不是寫了就跑 他可以寫一天然後休息好幾天 他必須持續經營的這樣一個媒體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對於所有在新媒體經營的人 現在都形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就他如何持續的 他如何持續的維持一個媒體的運作 那這個也會牽涉到就是說 這個 剛剛張潔平小姐所提到的 到底我們是需要即時新聞 還是深度報導的問題 那個深度報導 你不會每一天都有那麼多的產出 那你這個媒體長期的運作 他是要靠什麼樣的一個資訊產出 還有就是說 你這樣子的一個媒體 有那麼多的記者 你如何維持這樣一個媒體的運作 他的整個的營運的型態 恐怕跟過去的也都不一樣 那我想 我就先提出這樣幾點 那個我對兩位 這個主講人的一些看法 也許可以留更多在後面來聊天 好 謝謝蘇董事長 那下一位做回應的是楊芝玉 他是關鍵評論網的總編輯 這場的各位台賓還有今天參與這個論壇的 我們你們大家好 我是楊芝玉 其實我覺得今天在這邊真是 我自己感覺到非常awkward 因為其實各位都是前輩 都是我的前輩 那我是在去年年底才參與到關鍵評論網 那之前都是在電視台或者是平民媒體帶過 所以然後我最早最早開始也不是做媒體的人 其實或是做網路的人 所以對我來講這是個轉型 所以這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對媒體有一個想像跟熱情 所以來參與了媒體 然後參與了新媒體 從web 1.0開始看起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這當中我非常多的體驗 然後也一直不斷地在思考 媒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早期在web 1.0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one to all 就是把新聞放到網路上面去 讓所有的人看到 可是到現在其實非常強調就是 要跟我們的讀者有互動 希望讀者能夠參與到很多議題的討論 希望突破同溫層 就像剛剛雙主編所提到的 要怎麼去建立信任 要怎麼去用事實突破同溫層 他講的東西我都非常非常有感 但我也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參與到這個時段的新媒體 我常常也會被一個事情所困擾 就是如何在商業 在生存上面的壓力之下 去取得讀者對於一個媒體的信任 我覺得這是我幾乎每天都在做的掙扎 因為的確就是我們會發現 現在有一些議題怎麼說呢 他真的就是會得到很高的流量 那也不可否認 就是說因為做為 觀念品網做為一個新的startup 我們必須對我們的投資者 我們也必須要去交代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確的流量在增加 讀者在增加 我們有慢慢的在賺錢 然後能夠support我們的理想 這樣對投資者能夠有交代 一方面要對投資者有交代 一方面要對投資者有交代 每一天都在這個地方困擾 所以我截至目前為止 我的心得是說 OK 那我要做二八的分配 就是說一方面我要有一些東西 是能夠attract流量 能夠吸引很多讀者的engagement 讓他點進去看 然後並且最好是可以有回應 那但是在這個同時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一組人員是很dedicate 在提供很好很有quality 然後具有某種網路創新性格的內容給大家 包括我們現在會去實驗影音的東西 會去實驗如何去整合文字 跟圖像infographics 跟影音看能夠提供讀者最好的閱讀經驗 然後並且希望進一步的讓讀者能夠針對 例如最近政界初期的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很多很多的觀點 從各個角度去切入 希望去讓大家能夠對這件事情有思考 不過我發覺這真的是一個實驗 因為即使在這個政界初期的議題上面 我們企圖突破廢不廢死這件事情 去討論如何將來去預防這件事情的同時 都會遇到很多讀者說 就廢死啊 你就處死 我們正義得到聲張了 即使很明確地告訴他 我們不要這麼急去判斷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還在學習 我也很希望將來還有更多機會 跟在場的心境還有前輩都能夠討論 就是說我們如何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一個充滿了各種意見 然後各種小團體 我不能說小團體 但是就是大家處在這個同溫層當中 要怎麼樣去突破這些邊境 這件事情 我很希望之後還可以跟各位有很多的交流 以上是我的想法 謝謝 謝謝 謝謝楊 應該是總編輯 那最後一位做回應的是孫瓢禮 他是苦勞網跟焦點事件的創辦人 那苦勞網曾經獲得卓心獎的社會公起獎 那是2010多少年 你自己還記得嗎 忘記了 好 那就請孫瓢禮 好 謝謝 最後一個發言有一點好處 可以整理一下好像前面講的東西 我覺得前面指出一個害人的事實 就是說 所謂大眾傳播媒體 只是在人類歷史上面很短的一個階段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 簡單來說是這樣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碰到的是一個大眾媒體已經 大眾傳播媒體已經結束了事實 然後 但是大眾傳播媒體本身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19世紀20世紀它只是某一個 可以說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工業化跟商業化的結果 即使它宣稱的什麼公正客觀 或者是平衡報導這些東西 不過是它的一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程度 策略也如此而已 那今天這個策略走不通了 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內容生產者的獲利 被通路被取代 被通路被吞掉 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碰上這樣一個時代 不管你的媒體是主流媒體 另外媒體還是哪一種 它其實通通碰上這樣一個時代 變成每一個媒體好像都是倡議的 其實我們只要看看最近幾天 好剛剛都喜歡講正結的報導 台灣的幾個電視台加上蘋果日報 那絕對是倡議媒體嘛對不對 那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政治跟社會的一個動員 那看起來是非常可怕 所以說當然衝頭提的問題是對的 現在這個媒體變成這樣 倡議它是個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東西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 一個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點 那我們在同樣在這個基礎底下去 碰到一些問題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要解決問題的一個 一個條件跟一個環境 那然後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現在問題開始點在這個地方 然後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碰到 好像想要跟剛剛提到的某些倡議者 他們做不一樣的東西 那其中有一個東西就是叫做深度的報導 或者是說我們希望說能夠在一個報導裡面 講出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端傳媒跟報導者 大概是這一兩年來 特別引起矚目的兩個媒體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文章真的都很長 以前就我過去的經驗來說 我一直覺得說我的文章寫的都樂樂的 而且寫的很長 好像很懷疑到底有沒有看 後來發現說原來長還有更長的 因為平常基本上我寫評論或者報導 大概很少會超過五千字 大概很少 但是就端傳媒跟報導者 經常都是超越這樣一個極限 那我有點在想 好像這樣子也不是辦法 那有一些在操作上 我們在思考出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我所接觸的議題 每一個議題其實它通通都有非常多的 需要討論的內涵 譬如說我今天 從事一個即時的報導 但是我用一個即時 譬如說七八百字 就是講不清楚一件事 特別是跟社會運動有關的東西 現在這個該死的年代 我們一個社會運動 通通碰上各種各樣 用一個複雜的體系 來回應你的官僚系統 那你要打垮這些官僚系統 你就把這個複雜的體系 給講得簡單 讓人家聽懂 你非得要去做這件事情不可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也許在報導上面 需要突破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網路上面 看起來也特別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怎麼樣去把文章分成層次 去定位出你寫出來不同的東西 它應該是什麼 譬如說它是一個即時報導 它應該有它的長度跟規格 那好它就只有這樣 那更多的東西怎麼辦 更多的東西要用不同的文章 跟不同的內容來去填充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 我會把那個平面的傳播媒體 把它的那個傳統領域 把它看作是在一張紙面上面 所以說它今天可以在版面的安排上 譬如說我們以前常常看到一個專題報導 可能有很多片不同面向的文章 但是現在跑到網路上死啦 你可能寫個五個不同面向文章 只有一篇文章被傳 其他面向是看不到的 那麼電視電子媒體 其實它的傳統領域是在實踐 也就是說它今天 它今天在利用不同的時段 去做區隔來做報導 所以說報紙可以去出賣它的版面當作廣告 然後電視可以出賣它的時段來當廣告 這個就是它自己在傳統領域上面發揮的一個作用 那麼網路媒體的傳統領域在哪裡 它其實是在關係上面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還有內容和內容之間的關係 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剛剛其實已經討論到很多了 怎麼樣突破同溫層 怎麼樣去看待這個所謂社群媒體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我覺得內容跟內容之間的關係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需要去補過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我看到報導者和端端的所做的東西 文章越來越長 是因為很難在文章之間打出層次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要面對的問題 譬如說我今天一篇文章 它跟其他的內容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今天如果說能夠在頁面上面 去定位出不同的文章之間的關係 我從這一篇可以立刻的去閱讀 去閱讀到其他的部分的內容的時候 那也許我可以不用這麼長的文章 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覺得也就是說 我覺得在現在這樣一個網路時代 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編輯遠遠的超過作者的重要性 所以說網路時代我認為是一個編輯 編輯大於作者的時代 怎麼樣能夠在你的網站裡面 讓不同的文章之間的關聯 這個其實編輯的工作 讓不同的文章之間產生關聯性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需要去突破的問題 那好先丟一點點想法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是我大概這兩年下來 非常想要再思考跟突破的一些東西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孫求禮 幫我們把這個討論轉到一個新的面向 那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想不僅是坐在前面的 那在底下的這個聽眾們 大家應該也有一些想要回應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 請您舉手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自己很簡短的 然後看看您要討論哪個議題 或者有沒有針對哪一位剛剛的演講者 或者是回應人提出您的回應或問題 安替 我是安替 因為其實下午我也有和葉先生相似的歷史回顧的部分 但是我回顧得更早 回顧到甲骨文的時候 所以 但是也是在思路很相似 但是我今天想向兩位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的確在那個 我的觀點跟孫老師是很相似的 就是說 其實激情時代 激情的政治運動中 激情時候中 一些小媒體的作用是很能 比如小冊子小媒體是很能 獲得它的生存空間的 那整個的那個 大的那個public sphere 你得有一個商業機構式的大的媒體 而商業機構大媒體現在 那個 那個遭到的互聯網的挑 互聯網對傳統媒體的挑戰 那是從美國中國 然後那個全世界歐洲 都沒有任何人能 能到現在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因為它本質上互聯網對傳統媒體 那個造成的最本質的衝突是什麼 是把我們原來傳統媒體 所能擁有的那個access的那個呈現 給取消了 原來我們採訪一個名人 只有通過New York Time才能採訪的他 現在他自己會在Facebook或Twitter上 自己繞開你New York Time 像中國也是 你採訪一個那個房地產大亨 你原來是要通過財經媒體專業專訪 或者是那個CCTV專訪 現在他天天在Facebook和微博上 甚至你都想unfollow他 就說他現在 就現在的意思就是 原來我們原來 大家讀走不可及的那個access 現在被這個互聯網全部充斷了 所以如果你這個 我們原來媒體人是 比如New York Time 因為我在New York工作了四年 我New York Time 它這些媒體 New York Time自作為偉大 是因為他們是暴力行業 因為他們是 的確太賺錢了以前 所以他們做一個 做一個報道成本 是比大陸 比台灣那個成本是高太多 所以我覺得好媒體 一定是後面那個 非常貴的工資 非常貴的那個 這個採訪報道 那個解決的 但是如果這個access再減少 你不能產生讀者需要的那個 他要的東西 他付費的欲望就會降 你不管怎麼做都會降低 那你怎麼辦 你現在的問題 就變成了 你不管怎麼去接近這些讀者 讀者都不願意付費啊 你在做他們 點擊 點擊不是付費啊 點擊創造不了一個採訪成本 你不管怎麼樣廣告 都靠不了採訪成本 所以我覺得可能 對於傳統媒體來說 可能我們更要考慮就是說 我們怎麼重建那個access 怎麼我們再變得更高貴 我覺得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媒體就可以死了 因為他解決不了這個本質的 就是怎麼樣最貴的錢 原來是要去讀台大法學院的 他一定後來不讀台大法學院 讀台大新聞學院 這個叫新聞學院嗎 對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那麼所有的人都會回到 去讀醫學院和法學院 不讀新聞學院 我覺得這可能是最本質的 人才和那個報道的那個成本 那個主辦待會可不可以再準備 另一支麥克風 然後我們可以 謝謝IQ的那個 一方面也是回應啊 另外也提出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點 也許等一下可以請台上的幾位 做一點回應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請 那個大家好 我目前是在擔任那個國會處理 不過我之前是在那個聯合報 有擔任過編輯 那剛剛那個孫老師講的那個 有關版面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還覺得還蠻認同 而且有感觸 是因為像傳統的話 它就是報紙會有版面 所以可能說今天可能有五個面相 然後它寫的文章在版面上 大家都看到說有五個不同的面相 可是在網路上 它可能今天可能只有 其中一個面相的文章被轉 然後大家 因為大家知道說像 因為我之前服務的聯合報 那對於某些網路族群 可能就是 可能形象就是 大家會說那個聯合報 又在亂帶 那個聯合重工又在亂帶風向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大家可能就是看到說 只有這個面相 可是它沒有 可能網友他不知道說 可能還有另外四個面相 有做平衡 可是他沒有看到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困境 就是說傳統的媒體 他們在把他們的新聞 翻到網路上的時候 還是把傳統的那一套 分類方式 就是會分幾個 不同面相 分不同片的方式 翻到網路上 卻沒有去思考過說 你今天被轉的話 你可能只有其中一個地方被轉 結果你的形象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在偏頗 然後不完整 然後又在亂帶風向這樣子 那針對這個方式 我想思考就是說 那像 除了像前面提到 可能就是文章會越寫越長 只要把所有的面相 全部擠在同一篇以外 那就是有一點好奇 就是說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可以讓讀者更完整的 看到整個新聞的全貌 然後對 那大概是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何先生的問題 我們再收一個問題 就請他們來回應 還有沒有老師 先遇襲 我們有待會去雨潭的 我是聯合報記者 我姓林林苡君 我之前在新加坡跟曼谷 待了合計39個月 那今天第一場 就是覺得很震撼 也演到了一些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東西 那剛才是前聯合報的同事 那我現在是現役 那我們在做的一些改變 是正好跟你們看這個是有關係的 我提出幾個跟大家分享的觀點 第一個是剛才第一位端傳媒接聽 有講到說好文 長文也是有文看 我同意 但是好內容 你提出的譬如的那個數據 那個chart點擊 但是點擊跟停留時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要一起來合起來看的 有些人點了以後太長了 所以點擊是不是能夠配合上停留時間 來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會是比較客觀一點的東西 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新聞攝影講合在跟景色 在歐洲發表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那個實驗是說把這些 我們請我們的新聞攝影同事 對這些照片選出一些我們覺得很特別的照片 我們請我們的攝影同事給他一些卡面 竟然造成了這個平均在網頁上面停留時間 把到3分43秒 平均停留時間 我就問了我們UDN.com的同事 我說之前的數據是多少 他說最好最好兩分多鐘 我說那我一回來我就破紀錄了嗎 他說對 沒錯 這個東西是代表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也想把好的東西介紹給大家 但是要有方法 那這個方法也link到剛才琼琼兄這邊有提到的 好的文章 長的文章 我們是不是可以分層次來看 我最近也做了另外一個實驗 我都講說做實驗 因為這兩個不知道要突破是要花很多Energy 我們做的實驗是什麼 我們做的實驗是 我們針對.com的user 我們設計了一套landing page 我們把一個專題報導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收集的時候點關鍵字 擁抱新世界 勇敢的勇 擁抱新世界 我們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老實講我們把紙板的媒體 已經把它定位成是啦啦隊 為什麼定位成啦啦隊 因為我的好故事在紙板上面放不完 放不下 但是在網路上要放的時候 我不是整個這樣一堆的丟上去 而是我做了一個landing page 這個landing page上面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是目錄頁 有很多人看到好文章的時候 這一篇好 但是其他的好在哪裡 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目錄頁我覺得是 我們在新媒體在做好的專題深度報導的時候 有非常多重要的一個部分 謝謝林先生 謝謝林先生 您的問題是 只是一個分享 只是分享是不是 謝謝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要給他們 五位都回應的那個時間 抱歉打斷您 等一下 在下一場的話 我們再繼續聽您的那個見解 四日請每一位大概兩到三分鐘 針對剛剛在場 聽眾他們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 做一點回應 或者是跟你有關的 或是你有感覺 我們先緊接 謝謝大家 其實對啊 今天的提出的問題都特別好 從這個從孫老師開始說到這個文章的分層 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想其實短 新媒體不是一定要短 就是個迷思 新媒體當然不是一定要長 就是當然長跟短 根本不是判斷一個文章好跟壞的標準 就絕對不是 那只是說要突破一個迷思 就是說不是一定要短 但是長確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就是以前就是大家不同的 我們也一開始 第一個月 端傳媒上線第一個月的時候試過 就是配了五篇文章 然後發出去之後 另外三篇傳丟了 然後只有兩篇傳到 然後那兩篇裡可能是 有一篇是比較激烈的這個本土觀點 有一篇是比較激烈的這個建制觀點 然後他們就會說 哇 端傳媒怎麼這麼精神分裂 我想說明明還有三篇溫和的 你怎麼沒有看到呢 但這個就是現實 更分裂的 更分裂的 對 但是後來我們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覺得是這樣的 在今天這個 我們是有很詳細的討論過 這個分層的這個處理方式 一個辦法是說 資訊類的東西盡量的短 就是盡量的清晰跟短 然後其實要短的更短 長的更長 然後就如果說你真的希望 那我把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講清楚 沒有關係 可以長 但是在這個長文章裡邊 我們現在基本上 每一個深圳報道 其實一開始都會有一個項目組 那編輯是確實強力介入 在記者就是在開始這個選題的時候 就在討論哪一部分可以不用寫字 你把那些敘事的部分變成infographic 變成圖表 就比如說像之前我們做那個 馬屎鋪的那個保衛運動 那你的時間軸以前 我不用寫兩千字告訴你 從1996年到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張圖表就說清楚了 就把裡邊這些敘事的部分盡量的圖表化 視覺化 現場的部分盡量的視頻化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比視頻 更能夠給人現場改革 如果有這個資源的話 那我會強烈建議記者保留的 就是人的描寫文字化沒有問題 為什麼就鄭傑那個一萬字 在我們這裡是個特例 我們其實一般文章 也不會超過五千字的 對 但鄭傑的 不是鄭傑 是那個曾文青 那個描寫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就是你去寫人的故事 真正好的人性的故事 是值得用那麼多文字來去呈現的 而且它並不是呈現的什麼多方的觀點 它就是呈現的一個深度的複雜的人性的故事 就我覺得這個是完全值得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不同觀點的方式 我也很同意 最後一位老師講到的那個鎖影頁 就我們的方法是會加入超鏈接在裡邊 就是開頭可能會有一個highlight 有一些不同的觀點的鎖影 結尾也會有延伸閱讀 文章裡邊會有很多地方可以加入超鏈接 就是你看到這裡我會提示你說 你有另外一個觀點 你要想跳出去 你可以跳出去 當然我們的頁面會設計 它還是會跳回來這樣 對 然後那所以說 我非常支持這個強編輯來分層處理內容 因為你一定要把 我覺得 而且另外一個關鍵是在新媒體時代 要用盡這個技術帶給你的可能性 你要用最合適的方法表達最合適的內容 然後好像還提到一個長文章的那個停留時間 對嗎 我們做過那個曾文青的那個 因為其實後台都可以看到數據的 就是到底你的文章停留了多久 我們會把停留超過三分鐘以上的 就是理解為是深讀啦 三到五分鐘就是深讀的比率 曾文青那個一萬字的長文 大概有35%以上的深讀比率 就還是停留的 很多都停留了超過五分鐘 就是基本上是讀到完的 那30%的深讀率在我看來是 就已經不錯了達到目的了 那還有一些可能是一兩分鐘這樣子 有少數是點進去就跳出去了這樣子 所以大概回應這些吧 Auntie那個是個天問來的 我想一想到回答你 我想回應一下Auntie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本身不是做商業性媒體 所以可能我提的一些想法可能是 就是商業媒體裡面的人覺得 可能不可思議的一些想法 我的看來我對你 剛才提到那個New York Times的例子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市場的壟斷的一個 一個模式的一個沒落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呢我覺得 我覺得從我自己的一些觀察 一些經驗裡面看 我覺得答案很簡單 就是正上勾結 答案很簡單 正上勾結 這個可能 因為我來香港的時候 我從香港的一些經驗來看 香港現在很多做媒體都是這樣子 一直都這樣子 其實 而且是越來越嚴重這個情況 就是說媒體能生存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是一個制度性的壟斷 就是正上勾結 比如說最近那個香港有出現一個新的免費電視 一個免費電視的老闆就是李嘉誠的兒子 李嘉誠的兒子就說 那他長得很白 他說 假如我沒有之前的那個 之前那個收費電視 他有一個叫Now的TV 他沒有一個收費電視 他不會做這個免費電視 就是說他沒有之前的壟斷 他不會做現在的壟斷 所以一個壟斷到另外一個壟斷 就是他的生存的法治 另外一個也是正上勾結 但是那個勾結是可能那個方式不一樣 就是可能是一個怎麼說呢 就是說不同的sector之間的 the cross subsidy 可能你是搞地產的 你是搞金融 你就是投資給賠錢的那個媒體 那賠多少沒問題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香港也一直存在 就簡單的例子就是 香港非常多的黑社會搞媒體 那黑社會的生意搞不成的話 就把那個媒體都灌掉 他有錢賺他可以多搞幾個媒體 可以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都是黑社會 但是有些另外一些 他可能有些政治的理想 政治的想法 但他可能不是搞媒體的 但是他做另外一個生意的 他做這個就是business model 我看來我覺得 假如是business model的話 大概只有這個辦法 才可以活下去 可惜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惜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接下來三位 麻煩維持在兩分鐘內好不好 其實大家都談到 前面是談這個媒體的內容的問題 其實關鍵還是到最後 就是媒體經營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今天的媒體 今天的新媒體 他到底經營的模式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就從不同的角度 可以講 全部都正常勾結 或者是商業機制 假如說是cross sector的這種 也是算正常勾結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模式 就是一直 我不曉得現在那個 糾米兄那個 現在焦點新聞是怎樣 不過過去 這個苦勞網 苦勞網是另外一個模式 它完全是靠 就是靠捐助 可是捐助 據我所知 它不只是名字叫苦勞網 真的 真的工作人員也都是艱苦著絕 他們真的 我相信已經比新後科更久 新後科也已經被人家講說是堅固著絕了 不過不敢跟苦勞網相比 我想 越來越多的人去認為 今天新媒體的存在 可能必須要思考另外的經營模式 這個跟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跟過去的媒體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這個社群媒體 或者是說網路的技術者 它基本上現在已經是刮分掉了過去 傳統媒體的收入的能源 這讓今天作為Content Provider 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你又要提供優質的內容 那你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 其實我覺得 以我承受網路產業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今天不管是你是從事媒體業 或是你從事任何業 其實我覺得到最後你都是在做一個軟體公司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說 那媒體有媒體的專業 這個我完全不否認 剛剛孫主委前面有提到 就是說內容怎麼去呈現 其實我覺得這後面的 都是要有技術去支援的 就是說 我今天怎麼樣把一個層次很多的內容 去呈現給我的讀者 這個一定包括了 我怎麼去用圖表去呈現它 用靜態的 用動態的 然後我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適合這個讀者的內容 呈現給他 所以這個後面都牽涉到很多 譬如說像被揭曉 現在談了所謂的大數據的技術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新聞工作者真的很辛苦 因為以前在一個傳統媒體操作的形態當中 大家只要知道我怎麼 作為一個記者 我怎麼樣把一個議題挖得夠深 然後能夠用好的文字呈現給讀者 我們就做到該做的事情 可是我現在常常給我作為 不管你今天是新聞媒體裡面哪一個環節 你是一個美編 你是一個設計 你是一個記者 你是一個文字工作者 永遠永遠都要在想 這個我要這樣的議題 我要在社交媒體這樣的通路上面 怎麼呈現給我的讀者 我在Email裡面要怎麼呈現給我的讀者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給自己的期許 也不會給我的同事的建議 就是說 今天你在看內容的時候 不要只看內容本身 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研究技術 了解這個技術 怎麼協助你去呈現這些內容 這是我的建議 剛剛所講我都不會太有感覺 因為剛剛講說今天早起的很多 其實我現在還沒睡 昨天晚上在 昨天晚上在寫JavaScript 就是要配合我剛剛所講的內容呈現的東西 其實內容呈現具體細節大家可以看 我可以到教理事件上去看一下 最慶了幾篇文章 開始在試一些東西 就是說怎麼樣把內容做一些分層 那當然需要一些技術 像剛剛其實截屏就已經點到一些重點了 就是說過去網頁其實點內容就會跳出去 其實現在尤其對於手機的讀者來說 這絕對是一種干擾 怎麼樣讓不同的內容在同一個網頁呈現 這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再因為剛剛問我才回頭看一下 就是說當然點擊率跟那個停留時間是很重要 我先看一下就是 整體世界目前 我現在講的都是點擊一萬以上 點擊太少不算什麼 那個沒有辦法算 就是目前的停留時間最長的一篇是高鐵罷工 和你不能不知道的變形公式 那篇文章是長文 但是也不到三千字了 裡面有很多張圖片 再仔細的講什麼叫做變形公式制度 那篇文章現在 因為我前幾天 前一陣子還蠻久 現在他平均停留時間是十九分鐘多 然後在他五六千人的時候 我就已經注意到他的平均停留時間 超過二十一分鐘以上 我那時候以為數字是錯了 但是後來發現是真的 另外還有一篇也是 這兩篇都是講公式問題 另外一篇標題叫做 砍架問題配話真多來算算帳吧 細數了二十年來公式制度的改變 裡面有很多的圖文 那篇現在停留時間是十六分鐘多 然後呢這兩篇文章他的閱讀 大概都有七成左右使用手機閱讀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概在回應一些問題 那當然我看了以後 我有一點覺得對這些讀者覺得不好意思 特別是最近幾年開始老花眼 看手機看得非常的累 那怎麼樣能夠在手機上面 有一個更好的閱讀的環境 我覺得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那我也非常感謝那些十六分鐘 十九分鐘 然後二十幾分鐘閱讀這樣子一篇文章的讀者 我覺得我需要為他們做點事情 也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克服的事情 那再做假如說 真的有一些媒體的經營者 其實我覺得不要放棄 其實根本你也知道 你不可能放棄手機這一塊 去看看用手機看一下你的網站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這一場就到這裡結束 下一場的主持人蕭老師 也已經到了 就準時的把這個主持放銷出去 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這個真實